为了让更多人认识鼻腔构造 新竹市立马街儿童医院 举办了围棋四天的 神秘鼻腔透视巡回展 透过卫教的方式 让大小朋友了解鼻腔内细菌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同时也呼吁家长 带小朋友注射疫苗 如果知道这个鼻腔的构造 他在裁剪的时候 应该比较不会怕 那还有我们现在希望 借着这个活动可以推广说 我们怎么去做预防保健 因为很多病菌病毒 都是在鼻腔还有口腔里面 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正确的 刚刚那个签议主任提的 洗手戴口罩 扫到公共场所等等 都对我们预防疾病 应该是有他的帮忙的 马街儿童医院表示 肺炎练球菌 平时就潜伏在鼻咽的位置 医学文献指出 带菌情况下 成年人约5%到10 孩童则有20%到40 三大高危险族群 分别是65岁以上的长辈 满性病患者 5岁以下的儿童 躺在门诊的时候 我会说现在都有一点像 群抹乱舞 过去我们可能两个月 会有一次比较厉害的感冒 可是过去这两三年 大家防疫做很好 大家都没生到什么病 可是这些病毒都会跑出来 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 大人也好 小朋友也好 对他都没有免疫力 所以就是所谓的免疫负债 像我们现在现场这些幼儿园孩子 他们可能都 这几年都没有得过肠病毒 因此只要肠病毒在社区一旦流行 就会容易一个传一个 所以最近特别多 就是肠病毒很多 流感很多 甚至我们的腺病毒 诺罗病毒 玫瑰疹 都还蛮多的 神秘鼻腔透视巡回展 透过3D投影效果 让大家生力其境 了解预防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记者万事连 新竹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